众人列作纵酒 大乐于心 口乐悬河的景春和古秦大师田莲在一旁住酒见 美味佳肴沉冽于前 悠扬乐曲不绝于耳 西施 征书等有名的美女俏娃云集身边 这是天下最豪华盛大的游乐 太子能起身游玩吗 无客再次给出一幅图景 与第一波刺激不同的是 他不仅仅是视觉想象 其壮阔广播 艳丽多目 足以舒缓太子的心胸 尤其是为太子选择了一个广角 一个观景台 浩大将天尽收眼底 形成一个扩张的感觉 这个刺激已经令太子神亡 看着额头已渗出汗珠的太子 无可说道 为太子训好的骏马 驾飞陵之车 右边是下代的晋剑 左边是皇帝的雕工 由于知梦之林 逞于兰草青帝 在江边缓步而行 迎着草地吹来的清风 舒畅地领略春天的气息 追逐野兽 建设轻轻盘的飞鸟 策马如飞 猎犬似箭 令虎豹惊恐 因猛兽畏惧 被追逐的野兽 仅累死吓死的 就装满了随从的车 这是天下最为壮阔的打猎场面 太子能起来参日吗 这个刺激看似重复运动感 其实不然 前面第三波仅仅为较单纯的运动感 而这次不仅运动方式不一样 重要的是 它的目的是打猎 是屈护竹豹的昂扬感觉和英雄气概 所以之子 太子眉宇间泛出阳气 脸上渗出汗珠 接着 吴克加大广度和力度 高歌成唱 发黄耳目 天海山云 月月风雷 眼见太子从游起色 直到大汗涌出 忽然变月 我们不得不佩服梅城 像七发这样 将艺术与医学 皇帝内经的医学心理学理论 精妙而完善 他不仅从生理病理上做了系统的论述 在治疗方面 也制定了行之有效 并且是极易操作的理论原则 这些原则 经后世医学家的继承而发扬光大 涌现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心理治疗的大家高手 比如 金元四把家之一的张子和 魏德新的妻子 一次旅途中住在一家客栈的楼上 不料 当天半夜遇盗贼抢劫 并且放火烧房 惊恐之中 魏妻坠落床下 吓昏过去 从这以后 魏妻每次听见什么响声 便会惊恐不已 甚至昏厥不省人事 家里的人平时走路 轻手轻脚 生怕发出响声来 收拾碗筷的时候 更是小心翼翼的 唯恐有声响 惊吓着夫人 一年多过去了 魏妻的病依然如故 医生们当作新病治 用了人参 珍珠及定制碗等药物 都没有效果 家人请来了名医张子和 张子和观察诊断后 很快得出结论 他说 惊吓属于羊 是由外物刺激引起的 恐惧属于阴 是在内部自发而生的 人受惊吓 是自己无法预料的 因为是外界刺激 是突发的 而人感到恐惧 自己是知道原因的 足少因胆经蜀木 胆意味着勇敢 惊怕说明胆受到了伤害 于是张子和让魏妻 坐在一张高椅上 叫两个侍女 分别抓住她的双臂 在她的面前 放了一个小茶几 张子和手持一个木块 在茶几前坐下 与魏妻面对面 张子和对魏妻说 夫人看我这里 话音刚落 张子和猛然用木块 敲击茶击 魏妻大吃一惊 张医生说 我用木块敲击茶击 夫人何必惊慌呢 等魏妻稍稍平静下来 张子和又是猛击一下 这次魏妻受惊吓的程度 比头一下减轻了许多 稍等片刻 张医生连续敲击茶击 又叫人用木掌敲门 同时 偷偷地突然击打魏妻身后的窗户 一通乱敲后 魏妻渐渐地适应了 惊恐也随之消失 他笑了 问张子和 这是什么制法 张医生告诉他 黄历内经说过 对受惊吓的人需要平 平就是平常的平 平常之事 人们司空见惯 必定不会受惊吓了 暗示解惑的心理疗法 用于因疑心而导致的疾病 这同样是一个绝妙的高招 古今一案案记载 有一人酒醉后 喝了一碗生有小红虫的水 因此一律沉淀 吴医生前去问明情况后 用细红线剪成小虫药 然后和八豆米饭 揉合在一起做成药丸 给病人服下 嘱咐病人腹泻时 请在便盆里盛水 病人泻后 在便盆里 看见红线在水中飘荡 以为红虫已经打下 顿时一律消除 疾病痊愈 顺从病人的意愿和情绪 满足病人的心理欲求 而达到治病目的 此法便是顺情从欲心理疗法 明末时 一个女人因丈夫经常赌博 不务正业 便与丈夫争吵 结果被丈夫打了一顿 她越想越气 因而得了气骨病 她丈夫前往明医 父亲主家请求诊治 父亲主问了情况后 便顺手抓了几把草 给病人的丈夫 对她说 你回去以后 要在妻子面前 用火慢慢地煎药 对她说话态度要和蔼 饮食和大小便 都要亲自护理 丈夫回去后 便一一照办了 第二天 病人果然好了 父亲主说 这个妇人的病 本来就不要用药 用草当药监 只是做个媒介 用意只是让她丈夫 在她面前有改过的表现 妇人怨气一消 病自然也就好了 关于自我调节的心理疗法 则有个重要的前提 这需要当事人 拥有清醒的理性意识 冷静的态度 和坚强的意志力 在巨大的精神刺激到来之际 能迅速将它从别的渠道排泄出去 如同疏导洪流 不使其泛滥成灾 造成精神损害 以达到心理平衡的目的 不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会对竹林七贤留下印象 他们的狂放和飘逸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形象 当年 他们七人常集中在河南修武的一座大山的竹林中饮酒 所以人们以竹林为他们冠名 然而 在今天要寻找到他们活动过的地点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石碑上的基山二字 说明我们没有找错 险境的山势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 历史上 这里的确有那么一群非同反响的人物 提起文学史上有名的竹林七贤 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以酒联系在一起 青青翠竹 鸟鸟琴声 飘飘酒香 誓说新语曰 七人长急于竹林之下 肆意寒畅 他们看似一派逍遥闲去 其实 魏晋时代的政治险恶 如密布的乌云 始终不散地笼罩在他们头上 而酒 正是他们排遣精神压力的唯一渠道 甚至成为保护自身性命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竹林七贤当中 最为著名的是软吉和吉康二人 文学史家称其为魏晋正史文学的代表者 如果说到文人的潇洒 软吉算是一流 就连文明古今的飘逸九仙李白 也对他钦佩万分 有识为证 软吉为太守 城里上东平 盼主十余日 一朝画风清 软吉曾有两次主动的请职 李白师所写的是第一次 不过主动要求得来的官职 他只当了十几天 便一朝画风清了 完全没有把官放在眼里 另一次是请求当不效育 那是因为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 并且仓库里还存了三百坛穷江一夜 软吉到任后 自然是除了喝酒 一件事也没管过 甚至连母亲去世的时候 也没放弃喝酒 只是喝的方式与平日有所不同 饮酒二斗 举声一毫 吐血数声 大概未尽风度的浓浓酒香 是从软吉兵营的酒窖里飘散出来的 但是 软吉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诗作片段 夜中不能雾 起座弹明琴 不为见明月 清风吹我今 孤红豪外野 强咬明北林 徘徊江河见 忧思独伤心 家树下成熙 东远桃雨里 秋风吹飞祸 灵陆 从此时 繁华有憔悴 堂上生惊奇 催马舍之去 去上西山之 一生不自保 何况练妻子 凝霜被野草 碎木 亦云亦 政治恐怖 深深刺激着诗人的心灵 内心的苦闷 孤独和忧思 只能通过酒气散发出去 而更深层次的是 面对司马氏的黑暗残暴 他的报复 他的理想 无法施展 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 此时变得滑稽 而荒诞 这种沉重的悲剧感 也只有通过酒 来吸食软化 对此 今天的学者指出 酒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 是著名的人物品评专家 在他的底下 鸡康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鸡树业之为人也 炎炎若孤松之独立 其罪业 龟鹅若玉山之江崩 我们知道 鸡康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 养生理论家之一 对于人们熟知养生的道理 但许多人却很难做到的现象 他在《达养生难》中写道 养生有五难 灵力不灭此一难也 喜怒不除此二难也 声色不去此三难也 滋味不绝此四难也 神须金散此五难也 他说五难存 妖七年 五难王 寿自言 他的这些论述 至今仍发人深信 自东汉末年的党固之祸 即曹氏集团 司马氏集团时期 是秦始皇焚书康儒之后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漫长的文化惨案时期 一批又一批爱国忧患之士 倒在血泊之中 仅此于司马氏刀下的 便可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 何彦 中国玄学的创始人 哲学家 诗人 被杀 张华 政治家 诗人 博物质的作者 被杀 潘岳 与陆基齐名的诗人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 被杀 谢灵月 中国古代山水师的鼻祖 第一流大诗人 被杀 范叶 辉煌巨著厚汉书的作者 杰出的历史学家 被杀 不知司马氏们想过没有 在他们排除异己诛杀不公的时候 正举着血淋淋的屠刀 屠杀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就是基康悲剧的原因 基康一身傲骨 刚肠极恶 面对司马氏的暴政 他一方面绝不妥协 锋芒毕露 另一方面 以酒 以音乐 来排遣胸中的郁闷 而音乐 对基康来说 更为重要 采微山蛾 散发牙绣 永孝长吟 宜兴兴兴养兽 基康在生无哀乐论中写道 音乐可以使人核心足于内 核气渐于外 而核的境界 是合乎自然节奏的境界 然而 基康的音乐和养生之道 最终没能跃出司马氏的魔掌 他正值光洁的品格 招来了杀身之祸 剑书基康传记载 康将行东士 太学生三千人 请以为师 拂许 基康临行前 有三千太学生 想以拜师的方法 来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没有成功 事说心语 记下了那令古今悲痛的一幕 基康临行前 神情不变 气欲重勇 他索情一架 弹奏了一曲 广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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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曲终 根 muscle 当言会 金可 帮你 adherence 袁孝尼曾经请求学奏此曲 我没有教他 广陵伞与今决矣 季康将生命的最后一刻融入了琴声 也随着琴声消散 飘向苍茫的天雨 有学者悲愤地指出 季康之死是艺术之死 于是文明天下的广陵伞从此断绝 广陵伞的失传 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一大损失 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旋律 甚至无法想象 是诗是画 是高山深渐大海波涌 还是广阔地平线上 那威力的幻象 皇帝内经中说道 悲哀愁忠忧 则心动 心动则五脏六腑皆咬 情绪不稳定 什么样的病都来了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不幸 如何面对 却是各有不同 癌症患者在常人眼中 被视作最可怜和最无幸的人 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们想到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去看看 来 麻烦请问一下 我们看一些位置 哦 前面 前面的玻璃 好 谢谢 去个部的会员 现在有达七千八百人 七千八百人 全部都是癌症患者 全部都是癌症患者 我们都是领导也是癌症患者 我们这个组织就是癌症患者 自己管理自己 哦 那您好像 我也在癌症患者 问您是什么 哦 我是假疼症患者 但是我现在康复的很久 时间也比较长 我二十年了 嗯 就是 现在我就在这里担任办公室 您介绍一下好了 我是自查案 几年了 八年 八年半 现在在这个 基督部担任什么工作 半国政府担任 所以我们这里的领导干部 都是安心患者 所以我们以自己的 就是非常好的 基督面貌 去感染那些新的患者 给他们带着深的希望 在上海市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 袁正平 一个晚期癌症患者 从八十年代起 报病创建了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 这里成了癌症病人的家 情治可治病 也可育病 度过巨大病痛的病友 在学校里互相慰藉 解决了真实药剂 所不及的精神困扰 树立战胜癌症的信心 我们是从九三年十一月份开始 那时候呢 我们条件比较差 这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那时候 我们做了几次调查 发现 就是性病人啊 他在完成了第一治疗 就是手术 上疗 化疗以后呢 就进入科夫阶段 那时候呢 他们的心态呢 就是情绪比较低落 为什么呢 这时候 他们去医院的次数呢 在这一年的减少 因为一些治疗都结束了 那么他们家人 他们的朋友 对他们的关心 也在这一年细节 你俗话说 常病无效的 那么那时候就是说 家人呢 不可能长期的陪着你 要去上班 个人都有个人的事 那么原来的单位啊 退休的退休 下层的下层 或者病假的病假 那么他在家里呢 就觉得很负担 很苦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俱乐部就感到 有必要把这些病人组织起来 对他们系统呢 进行一些坑制教育 比如说我们请一些专家 教授 中医的 心医的 心理的 跟他们就上课 告诉他们 怎样防止不发转移 今天呢 我们刚好举行的是 我的希望演讲会 我们还有卡拉OK比赛 通常球比赛 讲笑话比赛 是石岛 是2001年 3月16号之间的 当时我的心情 非常的痛苦 我都觉得 对自己的希望 没什么 还几年好过来 可是我到了康普学校以后 我感觉 这一个瘟瘟的大家庭 给了我力量和鼓励 你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的心情呢 我就说了 好像我那个 无知无休的烦恼啊 我觉得好像 我的生活是很消极的 觉得好像是 此生谁谁的 会想要走的 我们其实这种呢 心灵上的汤山呢 真的是我 无法走出这 非要的阴影 现在完全变了 心里好像很充实 好像以前的想法 觉得也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些都是要感谢 我们康复学校的老师 我去年年底呢 在这家做手术 当我知道 我这个肝癌的患者以后 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可以说是 当听到这个字眼的时候呢 我马上就联想到 这死吧 因为这个在过去 我这个人呢 从来没到过医院 就是说 对这个病这个情况吧 也这种危害性呢 只知道是癌症是危害 别的人就好像都不完整 当然我知道以后 确实腿也软了 这个在医院治疗的当中啊 是别人呢 介绍了 说是咱们上海去的癌症 上去的部 对这个癌症 也是癌症患者的一个家 癌症从心理上 体能上各方面给这个治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呢 从医院到这口来 在这个一个办医院的 十几天的 短短的十几天当中 确实给我有一些深刻的印象 这个我感觉到 这个老师 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抗癌明星 他们的经历 就是我们 他们的希望 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所以我心理来说 我要战胜吉利 我要使这个家庭 这个更美满幸福 同时我要战胜疾病 对社会呢 报答社会对我的关爱 我要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在九点年七点的时候 我发现了我自己得了这个毛病 以后就紧接到上海治疗了 在长期的治疗中 我当时知道上海这个癌症 这个俱乐部活动搞得不错 但是我不太听到这个康福学校 但是这么生动 后来我在治疗期间 我看到原会长的一本书 《第三人生》 当时非常感动 我一气被他看完了 那是唐的眼力看完 但是我那种眼力 并不是一种 唐的悲伤的眼力 而是一种唐的很壮丽的感觉 一种勇气和希望 当时我就觉得 我肯定有救了 到了康福学校以后 我就确实 一个人的生病啊 也可能生理出门 但是对我来讲 在这短短的三个星期 等于是灵魂上的一次进化 和一次升华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 我又更早的一种 领切和希望 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 这个康福 我希望我能够康福 同时我更希望 我能够像生病一样 生病之前那样美丽灿烂 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病人 所以轻入一家 你看他们 他们在一桌上吃饭 吃好了以后 久久不愿意 去把他弹啊说啊 就是好像互相叫 这个他们干兵的一组 特别有 特别弹也有好 毛病进入 毛病进入 军乐观 军乐观 二十多年了 俱乐部 从一个送牛奶的小棚 扩展到 有几十个分会活动站 袁正平当年大声的对第一批学员说 我的病并不比你们轻 我能康复 你们为什么不能 随着这一声大喊 祖国各地 包括港澳台 及海外的癌症病人 都把目光投向这里 从患者到一个康复者 然后又从一个普通的康复者 到一个光明的支援工作 所以我们大家都说是角色展望 那你八年是什么病的 我是胃癌 我是八九年 八九年四月份 他现在已经十二年半了 他也是胃癌 他是我们班军老师 他叫徐玉珍 他也六年多 他的病情很严重了 是胃分化 而且是阴界细胞 是胃癌中一种特厉害的 医生对他的那个情景 才乐观 所以他每次去服务场 一种说 哎呦你康复那么好 是什么原因啊 当然是原因很多 一个是他心态很好 他对大家做事 他很乐意 他们家的基础条件很好 但是他 我们一开办 他整个三个星期就住在学校 因为晚上我们学员都有活动 他不回去 因为要造个学员 你自己又是一个病人 而且年龄应该也是 有一定的病人 那你觉得就是说 为咱们这些患者来服务 是怎么想的 我才知道 你看到他们病人 我也想到 我那是很幸运 你是求生药物 那是希望有个人美 救救我 救救我 我们就是把个人的看癌意识 集中起来 成为集体的看癌行动 就是让他们 就是寻找药物以外的那种治疗 不是说他给你有用力 给你有勇气的 就是怪了 大家在一起谈 看心理素质 这个东西也怪 你不吃药也不打针 你看自然而来的 不会大家提过兴趣 而且让你们的精神开朗 开朗 我的希望就是要到2007年 10月以后 是我跟我老板 结婚五十周年 我到那个时候 还跟我老板一道来 拱请我们的结婚 谢谢 我的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我们全班同学 二十年以后再相见 他们是身患癌症的病人 却是热爱生命的强者 他们这种群体抗癌的上海模式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坚韧和胸怀 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会员 热心帮助每一个癌症患者 在这里 每一张照片 每一件物品 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他叫刘布湘 在担任俱乐部的理事时 他热情地帮助每一位病友 而当他病为时 又得到其他会员 最真挚的临终关怀 十七年之前 他的爱人就离婚了 他就是带着女儿 这些人 他就是胃癌吧 胃癌都不发了 五十年不发了 发了就没办法了 不算传递了 那么他在临终之前 他最大愿望 他就是要完全一人的我物质 那女儿也会有很好的东西 我的女儿出嫁 是我一段非常非常大的幸福的估计 那么他已经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了 那么我们制作物呢 就是知道了他也是这样一件 心愿要这样实现 但是已经没有能力了 那么我们就马上成为一个爱心小组 爱心小组呢 就是帮助他呢 就是做这种事 那么这个期间呢 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然后呢就是帮他去参加婚礼 就是他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他已经两个月 一水不尽 就是全身啊 就是服装 帮他参加写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医院里的医生呢 就打招呼 就是让他您参加最后会 他来想 他想要正常一样 送女儿上教 在病友的搀扶下 阿湘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爆竹声中 他高兴的送女儿 坐进了新婚的彩车 4斯 4斯 5 diferen 5 4 4 4 24 Scientists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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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9 本 好 你一定是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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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湘走了 临终前 他让女儿把他没有吃完的药送给了俱乐部其他经济困难的病友 他把对病友的关爱和祝福跟他的照片一起留在了展览室里 他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二年级的一个学生 那么他们就是在承诺里面的作曲的这样一个爱和就是音乐的一个就是歌手吧 那他不幸换这个一个孩子 他在走到生命尽头前 他想把他的歌落成歌带 所以呢 他呢就是在这些录音谷里面就是上了五小时 录下录音谷歌带 没多久呢他就走 他母亲呢就是想把这歌带呢就是 就是在临终 等于是他临终前的绝唱 所以他把想这歌带呢就是义脉 义脉的钱 帮助十个同龄的就是大学生 他的名字就是谢恩 他母亲说谢恩 谢恩来谢大家了 就是在他得病之间 得到很多很多的好信任的给他的帮助 这位叫谢恩 他在病重时录了歌 想以自己的方式报答关爱他的人们 录音的第二天 他就因肿瘤扩散高位结瘫了 谢恩在病重时对一个病友说 有一天如果我面对死亡 我也要死得像英雄一样 他做到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会员们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参加大型运动会 组成生命之光报告团等 许多病友参加活动时都忍着病痛 嘴里还吃着药 他们说将痛苦留在心里 把欢乐献给别人 这是一种情操 刘正平先生说 病友加入俱乐部的唯一条件 是必须会笑 这笑是一种心情 一种品格 它反映了患者藐视病魔的志气 展示了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精神风貌 这是康复俱乐部模特队在排列 乘着他们休息 我们便聊了起来 我们问摩托队是什么时间成立 97年 97年 97年呢 从这一步我们才参加过上 我们就参加了 我们才来一登奖 是吧 您是什么 我也是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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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鲁县 我也是鲁县 我也是鲁县 鲁县 鲁县 我是鲁县 我是鲁县 他也是鲁县 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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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一步四年 我是鲁县 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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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七年了 所以我想 带着大家对着一起 这么着急着 反映一下精神面貌 有的时候在舞台上 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 那精神的好一些 在那边以后 老师挺威的也 威力不振的也 你觉得参加这个 学生队练习以后怎么样 精神面貌就好多了 就觉得自己好像 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孤孤单单的在抗癌 对吧 有一个群体 大家的力量 好像来了以后 觉得 每个人都不像是个病人 自己的信心也很足了 患病的时候 感到很失望了 自己感到已经走 进了生活的尽头 现在这个病是绝症了 癌症等于死亡 有时候做这么流行的舞 我想 就完了 后来呢 参加了俱乐部以后 那因为是癌症俱乐部嘛 大概都是患者 从老师到学生 每一个都是患者 所以大家好像 好像 好像 拿一个鼓舞的了 你都拿好 你怎么放松 我不会 我不会 好多老公子都说的 我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你的明天会更好 就是这样以后呢 我们学的有兴趣 生病的时候 有恐惧感 很努力的 就认为 麻烦就死了 所以这样以后呢 我 到了康复营以后 有那个时尚队表演了 我看了以后 啊 出神弱化 简直跟专业的差不多 所以我有这个愿望 后来有一个机会了嘛 老师叫我来参加了 你参加了时尚队以后呢 能回家 更有精神的 嗯 你参加这个时尚队 更长时间了 有 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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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的是谁啊 还有那一位 最长的 八年了 八年了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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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等于是 从那个 九七年这个 主演开始 那我 第一次 第一次 你以前做过这个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但是你走得好像很专业 是吧 已经好几年了吧 九七到现在 六文了 六年了 六年了 明天就知道 我走得好多成样了 本身就有病了嘛 但是 特别是我们生命的 亲爱的人 你觉得 好像有一些缺陷了 哎 这几场 才不缺陷 对 对 但是我们这里的人 就是 内脏的感情缺点 哈哈哈哈 因为这种病 对 乳房比较在外形 对吧 对 有什么比较重视这方面的 对 好像 好像有曲线了以后呢 很飞 后来 他结了四肠子以后呢 好像找到了感觉 找到了感觉 那在下面 因为观众呢 他们都是正常的好人嘛 健康的 他们说 哎呦 他们比我们还能够 有这个感觉 那我们好像 这已经自卑了 没有 我们很自卑的 首先 他们自我战胜自己 体型上的战胜 心理上的战胜 然后再展现自己的形象 同样对人 看他们八方的同样女同志 要活着要有心情 他们就战胜自我的感觉 首先我想说 他们的精神 特别特别的 比一般的病人 就是要来得特加 对 对 他首先要战胜自我 他能够上 他一样移民 所以我们的心情 就特别的快 这样也可以带动一些人 本来我们相对就是十几个人 后来他们看到我们演出以后 都挺 看出精神挺好的 后来好多人都帮我们参加 当我们为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叠叠不休的抱怨时 当我们为突然而至的生活打击 怨天尤人时 这些被死亡牵住衣角的人 他们像英雄一样树立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感到了自惨行贵 他们与各地的癌症患者一样 当他们被宣布为只能活几个月 最多一年时 敢于开朗而坚强地面对疾病和死亡 正是这种胸态 让千千万万个癌症病人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生存了十年 二十年 甚至四十年 他们是真正的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子之道 忠树而已 这是孔子的弟子曾参 对其老师学说的一个有名的评价 说文解释为 忠 敬也 树 人也 忠 即忠于国家民族 忠于信仰 忠于事业 这种忠往往呈现出一种正气 一种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而这种可以充色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恰恰是健康长寿的秘密之一 有学者指出 儒家认为养生要从道德开始 儒家的修身是为了发扬人的善心 而清除心理的障碍 是为了达到心理平衡 我们知道 儒家注重道德精神方面的修养 即人们熟知的正心 诚意 修身 当然 儒家的道德精神修养不完全是为了养生 而是为以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忠诚 仁慈 宽厚 有道德 和充满浩然正气 无疑有益身心健康 孔子的弟子子禄问孔子 军子也有忧虑 愁烦吗 孔子回答说 没有 军子的修行在没有完成的时候 他会乐于这个修行的过程 这个修行的意义 如果修行成功了 又乐于这种成功 乐于其有准神可依 这样终身都乐观 没有一天忧虑愁苦 小人就不是这样 在修行未成的时候 忧虑是否可以成功 而修行完成的时候 又担心会失去 这样终身都是忧愁 没有一天乐观了 所以孔子指出 君子不忧不惧 君子上不怨天 下不游人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齐齐 孔子周游列国时 曾在陈国被人围困 断粮七天 但他依然镇定自若 弹琴唱歌 泰然处之 在这样一种险境中 都能如此 充分显示了他的心理素质 和精神修养 对此 有学者指出 一个君子精怀坦白 光明磊落 为人正直 没有那些无端的忧虑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这样 五脏之气安定 能够健康长寿 写的一开始 《珊瑚帖》当中 都提出亚生的一系列 议论和方法 不过最主要的也就是 调气 调神 路径 内定认为人的生命的组成 有三元 一个叫行气神 行就是有行的生命活动方式 就是生命的载体 气是无行的生命活动方式 是生命的根本 这个神是灵会的生命活动方式 是生命的主宰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是清静 清静内守 使神气下和 这样的话 人就会保持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 人在这生命活动的和谐的状态下 人就不会生病 我因为他这个最有效 这些套祖强调 身心精 特别强调 这个心理养生 精神养生 颜回 孔子的弟子 颜回之所以文明天下 多半是由于孔子的那段著名评价 孔子对弟子颜回十分赞赏 因为颜回在道德精神修养方面 完全符合儒家学说的要求 论语永也记载 粗食但饮 居于漏相 别人都会因此忧愁不已 而难以忍受 可是颜回却得行不改 乐在其中 孔子的这个著名评价 内含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养生信息 这个信息 与皇帝内经所说的 美其时 任其福 乐其俗 高下不相目 从而可以长命百岁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汉代大儒董仲书在春秋繁禄中说 人人之所以多受者 是因为外无贪而清净 心和平而不失忠正 能取天地之美以养其生 十分清楚 儒家的这些精神 与皇帝内经的养生学说 十分相近 皇帝内经开篇指出 福道者年皆百数 就是说 懂得养生之道 并遵循养生之道的人 年龄都可以达到百岁以上 那么在皇帝内经的养生之道中 何者为首要呢 精神 即在养生诸原则方法中 精神是首要的 对此 皇帝内经有一段著名论述 天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要求人们安定情绪 不贪欲妄求 心中安详平和 没有恐惧焦虑等有害情绪 无思想之患 精神愉悦 精神守于内 疾病难以入侵 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数 可见 安定平和的精神状态 是使人保持健康的重要前提 是长寿的第一药医 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健康的著名定义是 健康是身体精神社会的安定状态 并非仅仅是不处于疾病或病弱的状态 由此可说 不生病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人 而一个健康的人一定是身心健康的人 而精神健康又是第一位的 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高度关注 黄帝内经灵书指出 喜怒不结则伤脏 喜怒的情绪没有结智 就会伤害五脏 又说 悲哀愁忧则心动 心动则五脏六腑皆咬 即 悲哀愁忧等情绪过渡后 便会直接影响人的心脏 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他所有的脏腑器官 我们在前面的医学心理学集中 已经谈到喜慕忧思悲恐惊七情治病的情况 指出情治是导致疾病损害健康的内因 精元四大家之一 明医流完素有句名言 心乱则百病生 心境则万病息去 毫无疑问 在人的健康长寿方面 精神是第一位的 他特别要求要人们要舔淡虚无 舔着静也 淡着安也 就要求人心想安静 虚无 就没有用了 别想 叫做舔淡虚无 真气从之 人体的真气就正常了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精神守于内的 他就不容易得病了 舔淡虚无 就是说 这个人没有个人的一些非分的欲望 没有一些私心杂念 虽然这个人没有私心杂念 没有非分之想 没有非分的欲望 不想他图什么东西 他们真气成子 这个人一真气 就能够很好的保存 比如说这个人 他以免育能力 免育功能 以抗疾病的能力 就能够保存得很好 健康水平 自然就比较高 叫精神专 专是专一 职要正职 不要奇想挖一样 邪门外道 精神要专一正职 他们精神专职 人的气血也调长 身体也是会健康的 不愿意 帮ري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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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orm 这都被靠着 这什么 乍影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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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这位洞族老人名叫杨开泰 今年99岁了 老人性格开朗 聊起天来全是战争年代的事 老人年轻时参加过围把群的革命队伍 当了一名私号兵 这段革命生涯有多少年老人记不清了 但那一个个具体细节老人却记忆犹新 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仍然可以重述重演 十分清晰 上岁的过程 上岁的风景 下岁大山的风景 上岁的风景 下岁大山的风景 上岁大山的风景 精神宝满 手掌来了 精神很好 他说是宣统元年 宣统元年 聊着聊着 不知为何老人沉默了 他在想什么呢 当我们向老人告别 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老人吹起了欢送号 我们不由地停住了脚步 不离开 我们不离开 等我 没有 像说 消灵 他當團長過 照僚長過 起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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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了句 響了句響了句 起床號 Whatever parts pop on, ready? How much are you? How much is it worth reading all my resolutions? How much is it worth reading all the time? laurentison among you like Tsuk hilang long 超红他oh-hooh-ho. 发现了,开草一型 removed,cido함好. 这位不散,超红布 Yesh majestic! 我们离开南寨村 老人的冲锋号仍在村子的上空盘旋 这是巴盘屯村后山上的一个大山洞 当年围巴群的一支部队被敌人包围在这个山洞里 他们便以这个山洞为依托 与敌人进行了一次殊死的降量 据说巴盘屯有不少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并为之壮烈牺牲 我们没有发现村里有什么烈士陵墓或碑文之类的纪念物 或许这个目睹了战火和鲜血的山峰 就是一座永存的碑 再也无需人工的雕刻了 村里人介绍 当年跟随围巴群闹革命的有不少人 至今还有在世的 并且年过百岁 身体十分健康 于是 我们首先来到黄补新老人的家 黄补新老人生于清代光绪二十四年 即公元一八九八年 今年已经一百零四岁了 回忆起当年的战斗 老人仍然记得那么清楚 那么充满激情 我们很难断言 过去的枪连弹雨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但是 在老人的全部记忆里 那些铁血岁月无疑是最清晰的 而其他日常琐碎 他似乎都淡忘了 那些铁血岁月无疑是最清晰的 但是 我刚刚把警察临着干扰 这些铁血岁月无疑是最清晰的 传百分 古龙被他拉撒之后 后来外 后来外 就拜了后 后来跟老人的铁血岁月无疑是最清晰的 一直在包围 那是南四五岁月 四五岁月 谁是革命之力前 我门恐龙兵 这功农和士兵 原来都是家人 老人唱起歌 显然是当年革命队伍唱的歌 我们至少能够分辨这几句歌词 谁是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功农兵 功农和士兵原来就是一家人 革命要成功 我们功农和士兵 是105岁是吧 105岁的 以前啊 年轻的时候跟红其成 和面跟红其成 黄达有老人生于清代光绪22年 即公元1896年 我们采访时已106岁了 子女在外地工作 身边有个孙女照顾她 但老人身体很好 每天劳动闲不下来 说起往事 说起往事也大多是当年闹革命的那些日日夜夜 对这些革命老人来说 早年那些浴室奋战的日子 留下的印象太深太多 他们几乎填满了老人的心胸 与黄补新老人一样 黄达有老人也爱唱歌 当然不会是今天的塔劳克里能听到的 那是早年的革命歌曲 是老一辈革命者高唱过的歌曲 是冒着敌人的炮火 扑向敌群的歌曲 那是热血和生命的歌曲 是回荡于天地间的正义之声 突然老人唱出了国际歌 我们的眼睛潮湿了 所以太少欠见见见 千岖太帝不如按述坏的噢迟 老人讲述起来起来 无论我们有天可及 我们教授我们的奢述 谁 有人 谁 家 我地 怎 知道 听日子 来 听日子 仁哥那宋那,就一定有些事, 这几菜, 何地真狗,刚才自来, 到明天, 仁哥那宋那,就一定有些事, 自来,自黑沙发的乌, 自来,窜市解秀西人, 望茶,自英精进妩抖, 所欲地的晴节, 自私下,家庭罗万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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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半个月过去了 罗医生观察和尚外形稍有恢复 耐也比较充实 便投以陶仁成器汤药给和尚服用 一日三天 和尚服药后排出不少血块 第二天 罗医生只给一些熟菜和稀粥 对和尚进行调理 又过了半个月 和尚的身体完全恢复了 善良的罗医生将银两送与和尚 让他回四川老家 探望旗 皇帝内经《藏气法》十论中说 无骨为养 无果为柱 无处为意 无菜为冲 气为何而服之 以补经义气 孔子说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唐代名医孙思淼 在千金十字中说 安身之本 必自于食 不知食宜 不足以存生也 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 您以食为天 人的生命活动 需要不断地吸收补充营养物质 人没有饮食 没有营养 便没有生命延续 从古至今 人类离不开饮食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 和饮食文化 据说中国烹饪的始祖 是历史上的老兽型彭祖 在人类发明了陶罐之后 彭祖便想到用水来煮食物 当时姚帝患病 彭祖把野鸡和剂米放在陶罐里 煮汤给姚帝喝 竟然治好了姚帝的完政 姚帝非常高兴 把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同山县 封给了彭祖 彭祖开创了中国食养的先河 传说毕竟是传说 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证实 这些传说的真伪 但是历史走到周朝时 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看到 《周礼天观》中这样记载着 当时的宫廷医生 已经分为四种 有食医 管理饮食的专制医生 急医 内科医生 阳医 外科医生 兽医 为家畜治病的医生 记载中说 十一 中士三人 战和王之六食 六善 百修 百将 八真之旗 十一的职责 就是为帝王 随四季气候变化 而调和食味 搭配营养 防止疾病 确定四季的饮食品种 他们不叫厨师 也不叫营养师 而是冠以了食医的名称 并且在四种医生中排名第一 由此可见 我国在周朝时 对饮食与健康关系的认识 已经是非常深刻了 并积累了不少饮食养生的经验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各地不同的居住环境 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 饮食品种之多 居世界第一 中国菜肴在烹饪中 有许多流派 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 有鲁 川 月 敏 苏 浙 香 灰等八大残器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 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 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 而中国人只饮食习上 暗合于科学卫生 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业 中国人常所饮者为清茶 所食者为淡饭 而家以蔬菜豆腐 此等食料 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 最有意义养生者业 故中国穷乡僻长之人 饮食不及酒肉者 尝多尚寿 收菜豆腐加淡饭 常食者能尝寿吗 我们手上拿着历代皇帝 和历代高僧的年龄资料 走进了庙宇寺院 据一份资料统计 我国历代高僧 五百七十一人中 百岁以上者十二人 占百分之二点零一 九十岁以上者 四十二人 占百分之七点四 八十岁以上者 一百四十二人 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七十岁以上者 三百六十一人 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即超过古稀之年的长寿和尚 高达半数以上 另一份资料显示 中国历代皇帝三百人 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九点二岁 活到七十岁以上的十二人 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 八十岁以上的只有四人 竟没有一人活到九十岁 当然 长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精神因素 环境因素等 但是 饮食不能不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十分明显 清淡的素食 无疑辅助了历代高僧的修为 而山珍海味美酒佳肴 却没有令历代帝王 在寿命上如愿以成 可是 近十多年 随着家庭经济的不断改善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吃出来的各种疾病 也日益增多 并向低龄人群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 东亚地区 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 也为这个地区制造了大量 糖尿病患者 估计数目已达到三千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声明中指出 太平洋地区的糖尿病人数 估计在未来二十五年 会增加近一倍 达到五千六百万人 其中大约三千八百万人在中国 糖尿病患者人数迅速增加 忆学到区内人民的生活素质 以及缩短人民的寿命 皇帝内经对糖尿病的论述是非常全面的 他就基本上就是说 在肖可病这个范围里边来论述这糖尿病 无论是糖尿病的临床症状 还是糖尿病的病因病激 还是糖尿病的常见病滑症 他都有所论迹 都已经论述到在这临床症状方面 在病因方面 他提出了好多这个学说 欺人别硕是甘美二多肥 甘这令人捉满 肥这令人内热 故栖息上欲 转胃消渴 他就说这个披肝病 是因为这个病人 硕是甘美二多肥 就是经常的吃肥肝后胃 肥肝后胃吃了多多以后 他最后就可以转胃消渴 可以作战变成消渴 变成肖渴病以后 就出现典型的肖渴病 肖骨膳肌这些症状 再进一步发展 就变成肖胆 就是病滑症 《通勤虚实论篇》 他就提出 凡病肖胆 气密发满 微觉 非被人的高粮之急 就是提出这个肖胆病 和中风 现在的脑水果以外 周围神经病面 微就是肌肉萎缩 绝就是手脚冷凉 手脚发热 这样感觉障碍的这些症状 气密发满 就像一些糖尿病 心脏病 糖尿病 脂肪肝 或者水肿 肾病 这些不同的表现 他说是什么 引起的 肥肥人在高粮之急 再一次强调 是富贵病 地位比较高的人 吃的肥肝后胃 吃的太多了 这个认识跟现代医学 是完全一致 皇帝内经素问中这样说道 锦和五味 骨正筋柔 气血已流 凑离已密 如是则骨气已精 锦道如法 常有天命 就是说 严谨的调理饮食 可以保证人体 筋骨 肌肉 血脉等正常强健 从而达到健康长寿 我们在全国各地 拍摄了几十位百岁老人 他们以素食为主的饮食方式 对他们的健康长寿 有直接的影响 到他们家第一 你看他啥子 你带吃这个蒜了 带吃蒜了 我啥子带吃 你啥子带吃啊 我那块碎子 我找孙儿找小友 我蘸来蘸馍饭吃 把这个蘸馍饭吃 蘸馍饭吃得吃你就好 对对对 山东是我国盛产大蒜的地方 在大蒜之乡 有不少高寿 甚至百岁以上的老人 在山东济宁市金香县马庙镇 我们见到了一百零四岁的张兴秀老人 他一生都特别喜爱吃大蒜 那你们家一年吃大蒜能吃多少斤 不是水那边,一年一把就是十拉斑水 一年要吃十拉斑水 十拉斑水 咱哪边人是种这油吗 饮食有节,在饮食与人的健康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饮食自备肠胃来伤 你吃的太多了,肠胃就会受到伤伤 即使吃多了,又何止肠胃受伤伤 肥胖定,高血压,高血脂 这个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一系列的疾病 都和这个过于保持的关系 而且过于保持呢,又直接影响人的受力 所以我们的脑体中有些坏的,这不讲得很好 我们两代有一个医学员,有公元五到六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医药学校,叫陶宏姐 陶宏姐写过一部书叫《养性颜面炉》 在这个养性颜面炉里面,他讲了这么几句话 首饰愈少,吃得越少,心愈开,年愈移 吃得越少,这个人心情越开朗,这个人的寿命越长 首饰愈越多,心愈散,年愈水愈 吃得越多,但这个心脏非常的不好 最后呢,要躲命 这几句话,都是公元五百多年 说得越多,拿到金银来,非常有指导意 这个美国人拿老鼠做事业 1930年,那个麦卡,那个所谓麦卡校院的 拿白老鼠做梁,梁祖做事业 一种吃得很饱,一种只是喂饭饱 结果吃得很饱的两年都死光 喂饭饱的,够了三年,够了四年 后来拿一十五万只白老鼠做事业 也都证明这点正确的 迄今一千四百多年前 一百四十岁高寿的唐代名医 养生家孙思苗 在千金药方实质中说 人不要太饿时才吃饭 吃也不能太饱 不要太渴时才喝水 喝水也不能过多 吃喝的量过多,则对身体不宜 我们在陕西药县药王山 看到一块石碑上这样刻着 多饮山神 后味昏神 宝石闷神 吃饭 这是一件没有人不会的事 而孙思苗在百岁之时 却为此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这么多文字 这些话 与孙思苗的致病药方一起 同时刻在这里的多子石碑上 留给后面 这些一千多年前留下的话语 至今我们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 这位医学大师对民众健康的无限关心 他穷其毕生的心里为我们留下了这些智力荣言 就像家中慈祥的长辈 对儿孙的忠忠告进 用我们今天在重读时 心中不禁涌起证据的感动 皇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说 大毒致病十七七六 长毒致病十七七 小毒致病十七七八 无毒致病十七七九 谷肉谷菜食养尽之 无事过之 商其正业 说的是 以强劲的药物致病 远不如平和的药物 而即便是最温和的药物 也不如我们的日常饮食 这样 中国特有的衣食同源思想 第一次在皇帝内经中亮相了 衣食同源 从原始人类时就已经开始了 而到了殷商时代 则更趋于丰富成熟 殷商时期在治疗疾病方面 已经鲜明的反映出了食疗的特点 相传 商朝宰相医隐和商王成汤谈了许多烹调问题 其中就有 阳补之江 朝瑶之贵 李经纬教授在其中国医药通食古代卷中指出 江桂既是窑转中的调味品 也是发汗截表的常用药 所以有人认为 现代中医仍在沿用的桂枝汤 就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老的中药厨房之一 因为该厨房中的桂枝生姜大枣等都是厨房里的常备之物 皇帝内经认为 饮食不仅仅能维持正常的生命运动 它还具有抗病治病的作用 孙思苗的千金方中收在食物约一百五十种 他指出 医生治病 需要先搞清楚病人的病因 先以食物来治疗 食疗不好 再用中药 这段论述 因为当下一家谨记 药膳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饮食方式 品种之多制作着精美令人惊悍 它是中国医食同源最完善的文化体现 这要是乳物和食物相结合 其他一定的质疗作用和食疗作用 或者说脂肤作用呢 通常都叫乳膳 牛鞭 牛鞭 那个是海马 牛马壮羊 牛呢就指的是牛鞭 马呢就指的是海马 这个菜呢就是大股元气 不是壮羊的一道药杉 你这个菜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虫草 虫草 把虫草放在鸭子上 对 虫草 虫草 虫草荣一块同时蒸 同时一起蒸 对 那这道菜的药用价值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补肺益水 也是那个和刚才那个鸭子是鸭 医生张仲锦 这道菜是鸭子发热 口微渴 整日昏昏沉沉 不想吃饭 每顿只喝几杯酒 家人便请医生 大多以酒病来治 或消道或清理 或做寒症 而用贵妇汤 但都没有疗效 病人的症状日渐加重 这时 恰逢方医生路过此地 见病人家里正打枝棺材 准备料理后事了 这时有熟人告诉方医生 这个病人患病已经有四个月了 服药无效 现在眼看是不行了 但还不明白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方医生闻听后前往诊室 用其酒量如何 家人回答 喝五斤还没见他醉过 方医生说 他因烧酒火热 因此破肝血分 自然脏腹干枯 机体消瘦 不要紧 一副药便可见效 但吃药前 一定要先喝碗肉汁 家人文言大吃一惊 自从患病以来 许多医生都叮嘱他要尽油 这时有人插话 今天是死马到活马医 不管如何 还是试试方医生的方子吧 家人立即煮了一碗肉汁 病人喝了肉汁后说 味道不错 觉得精神稍好一些 接着服下药 然后睡去 到半夜醒来 病竟然好了 黄帝内经艺术中 多篇涉及了医学地理学的内容 有着一整套完善的生理 病理乃至治疗的医学地理学理论 黄帝问齐伯 天地之间东西南北 其气候温凉寒热各不同 对人的身体健康 包括人的寿命长短 产生不同的影响 原因是什么呢 齐伯回答说 这可以用阴阳的理论解释 地理环境的不同 阴阳之气的运动也就不同 而阴阳之气的上升下降 则直接影响人的体质 以及人的寿命长短 一个区域的地势也有高下的差异 就是说 具体环境的不同 对人寿命的影响也是十分突出的 《黄帝内经》详细地叙述了 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的地理环境 生态环境状况 和居民的生活习惯与体质特征 《黄帝内经》指出 东方地处海滨是盛产鱼和盐的地方 当地居民多食鱼类和咸味 他们皮肤黑激励疏松 西方地域多山矿域是沙石之地 当地人依山而住 多时脂肥肉类 形体肥胖 万邪难以侵害他们 南方地势低下 雾气露水较重 当地居民喜欢酸味和腐熟的食物 贪的皮肤 致命丑黄色 北方定势较高 气候寒冷 当地人以牛羊肉类 及其卤汁为主食 中央之地平坦潮湿 食物的种类较多 生活安逸 皇帝内经 关于人的体质状况 具有第一线差异的论述 在今天看来 仍然是正确的 今天 我们不是还常常说 吃不惯 水土不浮之类的花围 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五大地区 中国有两处 一个是新疆 另一个是广西巴马 台阳河 这是一条隐于中脉的河 它之所以有名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秀 而是因为它所流经的地区 全都是文明于世的长寿区 海洋河 流经广西凤山 巴马等线 这些地区 海拔在400到600米左右 平均温度 20到24度 这些地区 空气中的固域子含量 是北京和东京的十倍 大大一区 正常是正常 我们风向的机缆 属于亚越代机缆区 年平均温度在20度左右 集中最低温度达到 负着3.4度 最高温度达到37.1度 走进凤山县 我们决定去看看 盘阳河的源头 盘阳河的源头 在凤山县 桃李乡的一个山洞 不巧 此时正值七月涨水的季节 大水不仅淹没了公路 也封住了走进源头的洞口 又来发沉 近此情景 善良的壮族老乡 伸出了源柱之手 你看看 真是 拿着吧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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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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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